今天我们来讲舞劲 传统武术有一个特点 就是劲特别的多 比如说我这一只手伸出来 就有五种不同的劲 分别是什么呢 是晴 彭 冲 罗 波 下面我给大家一一介绍 下面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劲 就是大拇指的晴劲 这个劲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把大拇指立起来 这个力学结构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说对用食指的彭劲 这个劲是一个行不破体 力不出肩 同时又是一个混圆状态的劲 大家看起来就像音乐指挥家一样 它会很和谐 会很协调 下一个要说的是对用中指的冲劲 这个劲贯穿跟中烧三节 就像打台球一样 它是一个直线的劲 然后第四个对应的是无名指的裸劲 这个裸劲是抓握和悬顶同时存在的 就像我们拧毛巾一样 然后第五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要说的是小拇指的拨劲 这个劲看起来像是在拨动琴弦 然后还有一个是像胆吐一样 虽然你看上去力量不大 但是它的作用至关重要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这五劲的应用思路 来老刘借我一只手 好 我们先从勤劲开始 勤劲是要把大拇指立起来的 我们先说如果没有这个勤劲会怎么样 我用透对来演示 大家听见这个声音了吗 声音很大劲也不小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大拇指没有立起来 缺少了勤劲 所以在我攻击的时候 它的发力显得不是那么透 如果我现在把大拇指立起来 看到了没有 只要勤劲在 这个劲就会特别的透 然后我们再说第二个劲 膨劲 假如我与对方接触上之后 对方的力量很大 我没有这个膨劲的话 比如对方来推我 看到没有 我的形体一下就被破坏了 这是没有膨劲 如果说我具备了膨劲是怎么样的 与对方搭手一瞬间 对方就会被我这个膨劲所影响 然后我们再说第三个劲 中指的冲劲 当我与对方要搭手的时候 对方攻击 这是一种情况 还要当对方再来 这都是冲劲的体现 下面我们再说无名指的裸劲 当我与对方再接触的时候 结构接触之后 然后对方要抓我的小臂 这个时候我将计就计 用这个螺旋加抓握这个劲 改变对方的力学结构 对方被我控制了 这个时候就是无名指的裸劲在起作用 最后一个劲是小木主的拨劲 这个劲虽然力量看起不大 但是它的作用至关重要 当对方向我攻击的时候 注意这一瞬间改变了对方的力学方向 然后我就可以去攻击对方了 这个就是这五劲的应用思路 这五个劲并不是招式 但是招式都是根据这五个劲而来 熟练的掌握这五个劲之后 你可以将招式更好的发挥和运用 比如我们把擎劲带入到八卧掌子 所谓的外开掌也好 腋下残画也好 如果我没有这个擎劲的话 那你看我这个动作 是不是特别的单薄像纸片一样 如果我现在有这个擎劲了 那么我把身体的重心带起来之后 你看这个力量是不是非常的浑厚 这个时候可以发挥勤劲的功效 然后我们再说尸指的膨劲 我们以太极一样于这个功法来举例子 如果我不把尸指伸出来 我缺少了这个膨劲 这个各位看见是不是感觉怪怪的 对吧 如果现在我把尸指伸出来 把膨劲用上 这时候大家再看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一下都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再说中指的冲劲 我们以白蛇浮草为例 这个力量非常的快 非常的大 如果我不具备这个冲劲 大家看是不是软绵绵的 如果我具备了中指的冲劲之后 贯穿了跟中烧三节 那么我在运用的时候 这个力量非常的迅猛 比如从这儿过来 是不是非常的快 非常的到位 然后下一个就说 对应咱们无名指的裸劲 我们以复刻劲 以它为根基 我光转光旋拧 我带不动人家 我光带不旋拧 同样也带不动人家 我只有把这两个劲 复合劲在一起 通过抽身换影 掰扣布 然后用重心带动对方 这个时候 我这个裸劲 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 这招才能管用 不然的话 你什么都用不出来 最后一个小拇指的拨劲 这个拨劲 我们也要借着 伸法和步法 把它运用到 如果说我没有这个拨劲 大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如果说 我把这个拨劲从小指贯穿到整个身体之后 通过七星掌 带动 一个胆动 这一个过程当中 它可以破坏对方的平衡 可以破坏对方的重心 和对方的全架结构 这个就是武劲的具体应用 这五个劲 虽然可以对应不同的招式 但同时 它们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熟练地掌握武劲 对于我们练习武术来说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大家在练习不同招式的时候 可以把这武劲带入其中 多多地去体会